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 不孝儿亲 现在不孝父母的人多 孝亲 是一切善法的根源 根源没有了 一切善法从哪里生 从孝亲生 中国传统文化是从这里开始的 乌棱里的第一句 父子又亲 这个亲是亲爱呀 这个亲爱是心的 不是什么人发明的 不是什么人创造的 也不是你学来的 天心 佛经上讲 发而如是 问题 我们如何把它发扬光大 老祖宗 就有这个智慧 就有这个先坚之民 所以中国文化从这起点 这是原始点 在家庭里面推广 有爱兄弟 尊敬 尊敬 长辈 你的伯伯叔叔 你的祖父 真祖父 高祖父 爱爱你的家族 古时候的家庭 是大家庭 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人多 工作方便 需要人多 种植客人工 通常 五代 不分家了 所以家里人口多 普通家庭 总有一年半人 一般中等社会上 都有三百多人口 家族兴旺的 六七百人 八九百人 有啊 大家庭啊 他要没有家道 没有家规 那个家就灭亡了 叫家破人亡啊 所以古时候 这家道很重视 家规 家学 家风 家业 是一家为单位 家能治好了 把家里人 统统交好了 社会就安定 和平 为什么 长治久安 每个人都把家 治好了 社会上 没有坏人 这是 这是盛世 真正的原因 帝王 政府 鼓务励 这些治家好的人 家庭治的 很上轨道的 都有奖励 帝王 刺客 边排 边额 在从前有排放 都是表扬的 祠堂是家庙 祭司祖先的 远古的祖先 都念念不忘 眼前父母 哪有不孝顺的道理 中国人最讲究的 就是孝亲 顺死 人生的事情 与我们恩的最大的 年重人 这年重人 也不能照顾 就不易 意识 你应该做的 不孝父母 不敬思长 在社会上 不能立足 那么今天的社会 家没有了 当然家教也就没有了 家道 不知道什么叫家道 没人讲了 你也看不到了 祠堂都毁掉了 没有人记住了 香港在清明时候 还做了个表演 这个表演就像唱戏一样 让大家来看看 古时候的人 即祖先 有那么大的场面 让人可想到 古时候有这么回事 现在没有了 人心坏了 世界就乱了 没有人家 都叫做戏530分钟 我能胡思亘 我 你 我 你